香港雖然沒有賭場 但市民都可以透過賽馬會的馬場和投注站 合法賭馬、賭球和買綠合彩 不過,警方仍然不時會賭破一些非法賭蕩 在6月一次行動中,警方拘捕了23人 其中一宗涉及的賭注還有34億 其實香港的賭風一直存在 在上世紀80年代 賽馬和綠合彩的投注額年年創新高 看看1982年的報導 香港雖然不是稱為賭城 但賭風的盛行一直令到惠道之士感到憂慮 特別在新春佳節,幾乎家家戶戶都會賭回 這就更令我們想起香港的賭博問題 現時賭博的花樣也是多姿多彩層出不窮的 就以綠合彩來說,自從76年舉辦以來 投注額一直是節節上升 在上一年度,綠合彩投注額更加是達到6億6千多萬 比76年度是升了接近三倍 至於賭馬就更加厲害 上一季的投注總額是高達87億4千多萬 而今季直到現在就已經有50億左右 預料今季又會打破上一季的紀錄 賭博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無論你喜不喜歡 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受它的影響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喜歡賭博呢? 有人分析說 由於香港工商業繁榮 生活節拍又快 很多人都要埋頭苦幹去賺錢 等到假期自然就想找尋刺激 調整一下平時膚躁的生活 而賭博就正是順應這種要求 此外,香港市民一般都有一種 今早有酒今早聚的心理 而且功利主義濃厚 很多人都存著僥倖的心理 希望可以一朝富貴 而賭博的風氣 亦都是在這種心理下逐漸形成的 很多人都認為 用兩元就可以買一個美麗的希望 實在是非常值得 上上去買了 有沒有贏過? 沒有 你博一下吧,博一下看吧 看你有沒有贏 有沒有贏過? 有,今次收五十元 所以打算賭博? 我老爸叫我再買下去 去家經過就買 為甚麼你不喜歡買落彩? 香港人,果想賭博的 人無還財不負 不過,有些教育界和社會人士 就認為 目前的賭風實在非常之厲害 已經不是說用來當作消遣這麼簡單 而是影響到社會、家庭 或者個人的生活 報紙上就經常出現一些 由於賭博而造成悲劇的新聞 自從外圍馬合法化之後 馬會的場外投注站遍布各區 因此,全港一共有120多間投注站 有時隔一個街口就有一間 難怪有人說投注站更多於米埔 很多人都知道賭博贏錢的機會很小 雖然有人屢敗屢戰 但又仍然屢戰屢敗 那到底香港人為甚麼這麼喜歡賭博? 賭風又會不會越來越盛行? 而賭風這麼盛行 又會對本港社會有甚麼影響呢? 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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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風